- 这个节目没有发布的伴供的伴侣 大家好我们是 - 等一下 - 笑屁喔 - 等一下 - 你们问到成本事务所吗 情绪还没走 大家好我们是 - 脚本事务所 - 没错我们今天又是日本留学的单元 - 没错 - 虽然疫情当前 - 没错 - 但是很多同学也是会问什么 - 想要去留学 - 还有呢 - 还有打工度假 - 对我们今天就要针对 - 因为留学 - 语言学校或留学 - 它本身就是去学习语言 - 会有一定的语言基础 - 那我们今天主题是 - 今天主题是 - 打工度假可以学好日文吗 - 答案是不可以 - 就这样 - 好 结束 - 这一集结束了也 - 好啦 - 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 - 大家拜拜 - 拜拜 - 好简单喔 - 不行 - 为什么打工度假学不好日文 - 因为打工度假 - 你能够做的工作 - 都比较不需要日文啊 - 对啊 - 因为我们先排除掉 - 你本来就会日文的人 - 现在去打工度假一年多少年 - 一年一万人 - 对 大部分都是不会日文 - 真的 - 真的就是那个日文就是 - 惨不忍睹 - 惨不忍睹 - 他会50英 - 他就觉得他会一点日文 - 所以他就是会来问说 - 诶 我想要去打工度假 - 可不可以学好日文 - 我们本身是也有做打工度假的安排 - 啊有的 - 包括时速工作的安排我们都有 - 对 - 可是问题是 - 我都安排了这些事情 - 我们本身也是打工度假的业者 - 为什么我自己都不觉得可以学好日文 - 打工度假基本上 - 能做的工作就能一些啊 - 对啊 - 我先问一下 - 打工度假去的学生最希望是 - 什么样的服务来找我们 - 都希望帮他找什么样子的事情 - 你可以包吃住的 - 包吃包住 - 还有包什么 - 包工作 - 这是打工的时速 - 嗯 - 就是可以稳定的打到起工 - 赚成 - 每日8小时 - 对 每日8小时那种概念 - 可是重点来啦 - 你日文不好 - 我只能安排你什么工作 - 就一定是打扫 - 饭店一定是打扫 - 一定是整理 - 餐厅一定也是整理 - 一定是内厂 - 对 - 有一些是去农场 - 可是日本农场其实不太欢迎打工度假的人 - 可是农场的包装厂就很欢迎 - 哦 - 什么包蘿蔔的啦 - 包草莓的 - 包番茄 - 还有塑胶袋 - 还有塑胶袋 - 对啊 - 就是不然就纸箱钉一钉 - 然后这要装20公斤你就装20公斤 - 嗯 - 就是亚巴 - 我们俗称亚巴工作 - 嗯 - 那这种工作他才会接受一些日文不好的人 - 对 - 那他都接受日文不好的人 - 你讲不讲日文他真的无所谓 - 真的 - 可是问题是 - 语言是这样啊 - 他不是说 - 你长期待在一个环境 - 你就有办法把语言学好 - 对 - 你知道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吗? - 美国有非常多的拉丁美洲人 - 嗯 - 就是那些偷渡英语 - 他们是一个字都不会讲 - 嗯 - 可是他们在那边已经生活了非常多年 - 嗯 - 也就是说 - 语言的环境是使用的部分 - 就是你要拿来用 - 对 - 可是当你这个工作是不需要使用语言的话 - 你觉得他的语言会进一步吗? - 那有一些人会举例 - 可是有一些人都说他学到很认识 - 有很多朋友 - 可是他早就会英文好了吗? - 对啊 - 可是他早就会日文耶 - 才能沟通啊 - 然后有一些同学就会说 - 老师那你有没有饭店前台的工作? - 有的啊 - 有啊 - 但是你们不会日文 - 至少恩赫 - 因为他没有文... - 我都没有办法安排 - 因为日文不行 - 对方日本公司也不要啊 - 因为他毕竟那是需要语言的东西 - 对啊 - 有一种工作是櫃台没错 - 你猜猜看是什么? - 在机场 - 免税店 - 对没错就是免税店跟药妆店 - 对 - 他的确是櫃台 - 的确是会接触到客人 - 可重点来了 -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不会讲日文 - 日文讲的不怎么样的人当櫃台呢? - 因为你只要讲中文就可以了 - 没错他就是依赖你的中文属性嘛 - 所以你觉得那种环境会讲好不同? - 很难啦 - 很难啦 - 所以有一些东西就是 - 怎么说 - 就是同学你要把打工度假 - 学好日文这件事给忘记掉 - 语言是语言 - 打工度假的工作是工作 - 对 - 都是分开的 - 所以很多人就是会说 - 诶很可惜啊 - 他在打工度假一整年下来 - 日文也学不好 - 挺多就是有赚到钱 - 很多人会去叉叉面包工厂 - 你整天在面包工厂做事 - 我说真的 - 你真的是学不到语言语 - 不需要讲话啊 - 那个工作 - 对啊 - 然后因为工厂又有一个属性 - 嗯 - 天屁 - 啊 - 所以你是要参加一些什么 - 志工活动 - 很难 - 也很难 - 或者是去什么市区 - 有一些教会 - 都会有在教免费日文 - 市区不是都有一些免费的课程啊 - 就是给一些外国人上的 - 真的是免费日文课哦 - 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来用嘛 - 是真的免费哦 - 可是问题是那在市区啊 - 对啊 - 你打工度假的地方很多都是郊区啊 - 一定是郊区 - 对啊 - 你不可能每天这样坐车去市区上这种课 - 不现实 - 像你以前不是去日本实行吗 - 对啊 - 你觉得那个 - 它是可以让你语言提升的 - 嗯 - 但它不会从 - 让你的语言从很烂变到很好 - 我那时候去至少也有N3啊 - 一开始真的是听不太懂 - 你是不是还要好几个月可以试 - 要去适应他们的语速啊什么的 - 对啊 - 你还是有基础的啊 - 你还是日文系哦 - 对对 - 你这些打工度假你都 - 反而哪一种工作 - 打工度假哪一种工作可以学好日文 - 对答案就是志工活动 - 哦 - 你就是休息一年去日本 - 我们会协助你去安排一些 - 那个志工的基金会去做事 - 嗯 - 这种它本身就是志工 - 对 - 你可以的确是天天使用日文 - 嗯 - 可是问题是 - 它的钱也不多就是 - 对啊 - 但也不见得有包吃住就是 - 就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- 还有一种工作 - 它真的只有这种工作会有 - 我看那么多打工度假的工作 - 只有一种工作在日本是有的 - 是 - 看护 - 啊 - 之前不是有一些日文很 - 就是不好的学生 - 对 - 然后 - 因为康护工作啊 - 在日本是很缺人的 - 嗯 - 而且它市区郊区都有 - 对 - 所以很多学生就想说 - 诶 - 那这工作稳定吗? - 嗯 - 非常稳定 - 爆炸稳定 - 他还不希望你离职 - 对 - 你离职还会求你别走 - 对 - 我走不到人啊 - 嗯 - 每天就是陪那些爷爷奶奶 - 看他们吃饭 - 看他们吃药 - 聊聊天 - 陪他们聊天 - 帮他们擦东西 - 洗东西 - 就这么简单 - 对 - 然后那些爷爷奶奶 - 你平常没事就在干嘛 - 就是聊天 - 就是聊天 - 我唯一可以用日文 - 大大方法跟人家聊天 - 就是康护 - 没错 - 你不聊天 - 康护公司还会觉得你 - 怎么了 - 不认真 - 不认真 - 你就认真跟老奶奶聊天 - 对 - 爷爷聊天 - 你就是 - 你每天就负责这五个老人家 - 对 - 你就是跟他们聊天 - 你吃饱了吗? - 你睡好了吗? - 肯定睡得什么样呢? - 这个记录哦 - 我唯一看到日文突飞猛进 - 就只有去做 - 康护 - 要嘛是志工 - 要嘛是康护 - 康护是真的突飞猛 - 真的 - 好啦 - 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- 打工度假 - 到底可不可以学好日文 - 答案是怎样? - 不行 - 对 - 除非你做康护 - 这种可以大量的跟你的客户 - 客户 - 客户奶奶啊 - 聊天啊 - 很有可能进步 - 不然你每个工作是不能聊天的 - 懂吗? - 你们而且是有一些工作是还要什么什么 - 你知道装几箱几百箱 - 对啊 - 装东西的 - 然后还有做面包的 - 你做的慢弄的慢还对慢 - 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对吗? - 哪还听不懂 - 非常地委屈 - 然后呢 - 我们最近也是订阅数参参上涨 - 参参上涨也太棒了 - 但参参上涨之际还是希望大家怎么样 - 请大家订阅按赞小铃铛 - 订阅按赞小铃铛 - 让我们这个频道可以活下去 - 没错 - 活得更久一点 - 好啦 - 最后要跟大家说什么 - 大家拜拜 - 拜拜